好 回來了 第三節升旗易得道 其實 比我差距 我們本身是第三節 才講經濟環節 講日本 剛才講到興起越講越興 先講了 有沒有補充 其實要補充 但我們下一集再講日本 這節其實要講回第二節 我們本來想講的主題 原來忘記了講 太開心了 那個方向去了別處 我們要講民主三百家 鬼影蟲蟲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從胡國興入閘前後 看回他們那種言論 那種低智法 是令人發指的 即是你不要告訴他們 你是蠢 你不是蠢 你是扮蠢 你是好人間 我也是這樣想 其中有幾個一定要拿出來鞭施 拿出來鞭打 將來如果林鄭因為被胡國興介票 而胡蘇貞輸給林鄭 令到林鄭上台 首先胡國興一定是釘上歷史的恥辱署 這是第一 第二 支持他民主三百家的180個選委 很大部分人都要釘上恥辱署 這個恥辱署 最重要是釘上哪幾個呢 這個醫生 這個醫護界的叫做黃任康 那個叫做恒林覺醒 我看不到你有什麼覺醒 第二 覺醒了之後要錢 本來他打算老老實實做醫護界的 突然覺醒 叮了一聲 哇 錢啊 這樣真的覺醒了 第二 就是這個叫做中醫界的叫胡家儀 第三個 還有一個叫做工程界 例廣德 這三個呢 是很明顯 鬼到不鬼的 說的東西是非常離譜 胡國興是不是進去戒票啊 你們呢 又說要 接下來有第二輪 哪一輪都有第二輪投票啊 如果第一輪你都沒有辦法KO林鄭 哪一輪都有第二輪 根本就不會 原因我們講了很多次 你這個如果民主三百家 有三百二十幾票 再加上商界 上一屆啊 喂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統戰部長 叫劉延東下來 逐票 逐票 都還有二百七十幾 二百八十票 這個投給唐英來的 即是那些呢 是死硬派來的 你打死他都不會投給你梁振英的 你想一下 這幫人 經歷了梁振英四年半來 有多 沒有少 絕對是一定多了 不會少了 是不是 那你想一下 只要將這個二百八十幾再加 不知道可能有幾十票增長 加上這個三百二十五票 是絕對超過六百零一票 是一定贏的 只要他們可以有信心倒過來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 你有這樣的信心就贏了 不是 因為你如果只靠商界票 是不足以令到他贏 而這幫人 他們其實是會看回那個可能性 如果 明知你胡蘇貞都輸夠硬 你都民主派得一百幾十票 我全都輸夠硬了 我都無謂 無謂做這個醜人 是吧 那只要投向林鄭那裏 即是你無法逮捕的 你不是想投那邊 但是無法 你那邊都沒有什麼贏面 我唯有這樣做 因為最重要你給我講一句 就是 他們 要有個安全感 如果我加利 是一定贏的話 即是我沒有後果 胡蘇貞當選 沒錯 沒有後果 沒錯 那我就迎向奔向未來 但是如果我淋票給你 胡蘇貞會輸的時候 我就有後果會被人追究 是 別人捉鬼的時候 我就不安全 是一個不安全的時候 他就不淋票給你 他寧願不投給你 我相信我有做一次壞子 二三百人做壞子不出奇 但是如果你那三百票 有個鐵票打底三百票 他那邊殺二百多 可能還會幫你拉多幾十票過來 令到你贏 但是現在很明顯就是 這班鬼 民主三百家裏面的鬼影重重的鬼 就是想營造一個胡蘇貞 不能贏的 你們順應 即是怎樣說 正如蕭生所說的 你們不要太天真 沒辦法贏的了 蕭生不是這樣說 你們那些人真的有童真 你明白嗎 不是事由 不過我就是這樣說 童真是由 不過我這樣說 沒錯 黃仲銘那當童真 他說 最簡單 現在我們這樣看 除了這幾個以你的估計 你就聰明一點 有沒有超過一百人是鬼 我猜三分之一是鬼 真的有三分之一是鬼 我也是這樣看 最鬼是甚麼呢 最鬼當然是工黨 最鬼當然是街工那些 還有社福界那些 因為這班人 從來都要靠政府才能夠生存 所以梁振英當選 當年社福界就是支持梁振英 今天都是因為他單一老闆 他的老闆不是市民 他的老闆是香港政府 政府撥多少資源 你就開多少位 你就出多少糧 是 直接是他的衣食父母 是的 即是他大老闆出糧 你不打香港政府工 香港政府沒有人打工 他不給你資源 你根本上就全部要收藏 是的 所以這班人是嘴鬼的 所以趙家樽也是 入了一個觀察名單的 因為他是社福界 整個社福界都投入湖關 你們這班人 你們所說的話 好像完全不驚大腦 即是說 現在他們要叫你 我們要堅持人大八三一 你胡蘇貞會支持八三一 又說林鄭三條不行 我接受不了這個人 林鄭不會嗎 林鄭做得會少得過她嗎 接著就說 這個胡官政綱比她好 說政綱很簡單 我在這裡呼籲 接下來任何補選 區議會 甚至乎立法會 單對單隻抽隻的 又或者比例代表制都好 沒有問題 每一個 180個 提名選委 你所屬的任何政黨 包括你 民主黨 公民黨 公黨 人民力量 民主黨 民主黨 他們 有啊 何卓人是要撐胡官的 整個公民黨撐胡官的 不是 不是 我說過何俊仁 但是我說民主黨不是 何俊仁已經過氣黃髮了 那你們要向市民解釋 我告訴你 到時你們要作個論述出來跟市民解釋 我現在的論述就是根據你們的說法 每一個你們參選的那個位置 我們就應該每一個都派一個人出來 根據你的政公寫份給你好的政綱 而叫選民策略性配票給他 是吧 他政綱好過你嘛 當你 民主黨 公民黨好 公黨好 跟這個 叫做民建聯 公務聯會 一隻抽一隻對選 就一定為一個跟你對選 其實不用了 最簡單 明辨是非 我們無線電視最偉大的節目 學是學非 明辨是非 是這麼簡單 即是等於 你泛民做幾十年 你不行 就有本土派 就有民主激進派 跟著別人激進過你 本土派就淘汰你 對不對 那你們應該就變成本土派了 搞港獨 是不是 你們一樣 做些事 你們應該是淘汰你的 對不對 別人激進過我 我也是激進的 我不夠你激進 我就跟你激進 是不是應該這樣 即是我們 要用回他的論述 去做和他一樣的事 將來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是不是 你說全民退休保障 你說三支 我給你一萬 我帶你 是啊 那我們支持那一萬 對 對 你說政綱嘛 我們以後 總之就是建議 每一區都好 當你 任何一個繁民 和民建聯公聯 就應該派一個人出來 和你一起選 找一個 給政綱最好 你寫什麼政綱就照抄 就好過你 那我們要策略性配票給那個 郭靖剛好過你 根據你的邏輯 不要再跟我說大局為中 當你們需要你的時候 你們就大局為中 現在是你的大局為中 還是我們的大局為中 是吧 你都不能看民意 市民不是這樣看 你是民選議員 你的張超雄 工黨 是要首先移民黨 所以黃浩銘先生 當時人家去衝擊的時候 你就跟人家說 村民不是這樣看 所以你才叫村長 現在不是市民不是這樣看 你就不覺得市民不是這樣看 為什麼你不是這樣 你的臭屌 你怎麼跟老師一樣 你不想說 黃浩銘先生 你出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當時 你怎麼村民不是這樣想 現在的市民不是這樣想 現在的市民是這樣想 為什麼你不是跟市民的動作 你自己的力量很重意 好像你的村長說了一件事 原來你決定了一個村民怎麼想 你決定了一個市民怎麼想 現在市民很明顯告訴他 他不是這樣想 為什麼你不跟 所以 每一個從政的人 要根據你過往的赤 是要量度自己 我們 就會每一個民主 三百家裡面的索實政黨 將來每一個出來參選 我們都會用這把尺來量度你們 每一個都要這樣做 像張超雄那樣 你不要以為你的子女有些問題 你出來 同情也好 假裝全世界都會欠你 要選你出來 為弱小社群 現在香港人就是在共產黨的底下 就是弱勢 你既然 其次鮮明地為弱勢 發聲的話 為什麼你不是香港市民 你站在我們香港市民的角度去想 而是還要搞那些 我們不會選 誰誰誰 我不會選胡蘇貞 我們不會選林鄭 各樣東西 還是堅持不會選 是不是 我們現在香港人 是強勢嗎 是不是 我們不是最弱勢 被人黑到上心口 我們沒有槍沒有炮 搞港獨 又不夠激進 我們真的不是那麼激進 我們 政治成本很大 我們就負擔不起 但是只不過想說 保留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有尊嚴 我們是想做一個有尊嚴的香港人 但是你都剝削我 你現在 他說 又不支持這個林鄭 又不支持你曾俊華 你不支持曾俊華 就等於支持林鄭 現在等於對決而已 是的 很簡單 就是說 阿福我也不支持 紀安我也不支持 大行爺我也不支持 那你真是支持紀安 他在那裡打大行 一模一樣 你說三個別搞我 你們這些私人恩怨 現在不是私人恩怨 是不是 現在 坦白說香港有多少時間面臨這些生死存亡 林鄭分中10年 林鄭未夠60歲 今年才59歲 如果沒有經歷過過去那五年 香港人的痛苦和撕裂 我都贊成你 但是問題就是經過了之前五年的香港市民 所受的痛苦和撕裂 沒有希望 的時候 當他現在看到曙光 你都要把這個曙光燒滅了他 這個責任才是你的 我都說做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希望 有光 你才能夠令到人可以向上爬 現在就是你把這滴光 取消了他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在嚴正地呼籲 大家會記住這一刻 這班人 所說的事和所做的行為 如果3月26日林鄭真是被她贏了 商界的票不敢賭過去 因為民主三百家不敢給胡蘇貞 而令到商界的票不敢過去 令到林鄭月娥贏 由胡國興為首 加民主 這個180個提名的人 和他們的所屬政黨 大家都要採取這個策略性賠票的將來 任何一次選舉 還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接下來的任何六四七一 和平時的捐款 對著這些所有的政黨 是一毛錢都不可以捐的 除了捐百金 沒錯 我現在公開呼籲我們是網台 我們無權無勢 因為有支咪 只有支咪那麼多 但我們支咪不夠力 我現在公開呼籲所有有咪的人 如果這班仆街 真是令到香港 胡蘇貞不能夠贏的話 游青元先生 劉細良先生 當然不包括女王 D100 鄭大巴 麻煩 我們就造成時勢 就專向這些 扑街 發聲 搞到他扑街 我們是微弱的 但是全部加利 我們是網台的大多數 喂 你要我們死 陪你死 我們都要攬攬著你一起死 接下來的所有的 保選立法會 連你區議員都不想讓你做 要將你整個工黨含黨產 是不是 我們的view數都低 但是你看看劉細良 你看看鄭大班 雖然我對他沒有好感 但是我們加起來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我們就跟你賭這一波 接下來就不再捐錢給這些所屬的所有的團體 是斗令都不要捐 六四七一看到他們的頭面人物就向他吐口水 尤其是人社自中 包括白工黨 任何一個拿著頭髮箱的你可以向他吐口水 因為老實說 你小心點 吐口水也是普通襲擊 好 真的 那我收回才行 你不要亂來 大佬 不要一聲地蹲下他 幸好有些法律界的人士在這裡提提我 否則真的懶惰了 你對法律界的常識真是有 好 收回了 大家當我沒有說過 很多 但有時忍不住談上鏡也沒辦法 這班人 隨地都談罰款2000有可 不行 1500元太貴 不值得 這班人 第一個傻子是甚麼呢 如果不是直選 不是普選 你說甚麼是政綱 政綱那件事 是要對著大眾才有用 他們一說了 689 我問你689 政綱走多少數 你有沒有他扶 你沒有他扶 因為不是你選的 上一屆 689的政綱 比唐英年還好 四十分年支持他 你現在再選一次 你會不會選689 我怕長毛那些會 當然會 始終如一 一路走來 為甚麼不會 是不是 那個不是長毛 不是 他現在長毛也是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是不是 他當年 選這個 選這個689 今天就是支持林鄭 是呀 一脈雙承 是不是一脈雙承 他沒有錯 第一 他沒有選689 第二 他沒有支持林鄭 但你可以說他的效果是 他的效果是支持689 和支持林鄭 但他沒有做過 澄清 他沒有公開支持他們 但他們的行為 是令到 直接令到689 即689當選 現在亦都很想 林鄭當選 因為 這班人 正如這個 沒有狀元素黑衣 是不是 這個丐幫的存不存在呢 不是由這個丐幫幫主 是由皇帝作主 皇帝好 人民有飯吃 誰會做黑衣 現在 丐幫依其次 是不可以倒下的 只要林鄭繼續做 你的香港人繼續撼家產 就多人跟丐幫 出來抗爭 不過這樣 如果這一幕 真是被林鄭做了的話 我想丐幫是可以倒下的 丐幫一定沒有人撕捨飯給你吃 撕得倒下 因為外面的市民都不夠飯吃 沒有人會撕捨給你丐幫 是讓你破死為止 不是呀 大家是有個憤怒在這裏 當然呀 你試一下 如果林鄭贏了 你六四 你夠膽出去維園 我怕被人圍 一定被人圍 甚至有人動手打他都不出奇 因為有些人勢很中懂 當然打人是不對 我要強調 我都覺得對 打人是不對 但有時候就是忍不住打你 先聊者戰 不知道會怎樣 政剛是一件很傻的事 在這場面說政剛 當老珍贏了就在這裏反水 他都還好一點 他都跟著政剛 他都還要面對市民 面對公眾 這個小圈子選舉 他要找數 不是找給公眾 是找給那幫小圈子 找給公黨 是找給小圈子 不奇怪的 當你們協助到林鄭 可能醫護界社福界 你便拿得到便宜 是吧 不知道的 但是這樣 未必給你的 雖然你間接幫了他 你不是直接幫他 他有權反水 還有工聯會 你要分的 亦都有權反口 這個世界 又不是反口 有人亦沒有答應 你都沒有 大聲 你不有投票 沒有 你投我無關 那倒是 有機會 不過這些就不理 一樣走你 這些我們不知道 他們的交易 未來的事 我在想要 飛毛腿要撐 當林鄭當選 我就想要飛毛腿要撐 真的不理得你那麼多 因為事實擺在這裏 現在的局 亦真的是這樣 是吧 你看看林鄭的不堪 是吧 如果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很簡單 你 這班人 是否想林鄭當選 即是大家打架一樣 仆街 那個神高神大那個 他吭吭吭吭 我最討厭他的 看你的死人 排骨瘦骨先 兩撇鬍鬍 我就先打了你 那個人明明在開拖 他已經是弱了 你還打了他 打死了他 其實我就不夠你打 那即是怎樣 現在他們就好像坐大帖 坐藥扶強 想要收屁事 是不是 當你炒了一個胡蘇貞之後 你就要收屁事 他只是想這樣 你很簡單 你又說不想林鄭贏 你看林鄭 這幾次的論壇 她說什麼 叫做白色恐怖 他說在網上 受到感受到什麼叫白色恐怖 因為蕭芳芳支持他 被人圍攻 他就像猶太人 跟警察一樣 他們真是天生一對 一脈相承 他懂不懂什麼叫白色恐怖 不知道 白色恐怖是不是 看看精子那些 後面有一塊白布 好恐怖 那些叫白色恐怖 你差不多中 差不多中 差不多中 內緣是什麼呢 是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比爾 後來弄了一些斷頭台 那些斷頭台 在周街都是 而且是用白布圍著的 所以那個叫白色恐怖 這個絕對是政權加害人才能用的 是 我相信你說羅伯斯比爾林鄭是不懂的 又不懂 當然啦 讀香港書大 香港的優良良良好教育 能不能教她 怎能教到羅伯斯比爾 是啊 大學就可能教到她 讀小學中學都不能 這件事 是不是 你看看 這個叫做林鄭月娥 她在紀言話銷芳芳 支持她 然後被人圍攻 喂 你見那個叫做什麼 周潤發也支持這個 胡蘇貞 胡蘇貞 又不見人圍周潤發 有沒有藍絲要圍她 沒有 沒有 是啊 因為那個是周潤發 不是因為那個是周潤發 因為那個是胡蘇貞 是 是 為什麼 因為 坦白說 你人髓是臭嘛 撐你那個也不是好人 本來是好人 咦 原來是你參與她的 哇 糟糕 喂 你真的撐這個人 我要重新對你估計 蕭芳芳就是這樣 喂 是因為那個人撐你 而露底 蕭芳芳 為什麼撐她 原來是基於16年前 他幫過他那個不知什麼的基金 喂 原來 中國人 是會基於 別人幫過我 我要報恩 就像向太太那樣 沒錯 但問題那些是公帑來的 那個不是林鄭自己私人掏出來幫你捐錢的 因為他幫他疏通嘛 但你現在看他人私蓋而已 他方便了他嘛 沒錯 方便了他嘛 這個說話就是 這筆你寫 雖然是公帑 你怎樣寫 我就有這筆錢 你不寫 我就是沒有 社福界就是這樣 社福界就是這樣 所以全部都是林鄭月娥的好朋友 所以他們 曲線就是撐胡官 他們撐林鄭被人屌屁 然後就要聲稱去撐胡官 就分了你票 令到胡蘇貞輸的話 社福界開交代到 我撐民主而已 我茫茫初衷嘛 他正剛好的嘛 其實就是那回事而已 你們支持胡官進去 都是那句說話 你不是分他票 你是分他民望 你要打擊他 到現在分他票了 真正正正 胡官都開口了 希望你一人一半 因為他分了你86票 你一定輸 他是目的 分了就玩完了 一定輸的 沒辦法贏的 所以你們是不是真是鬼英雄 跟剛才說的那幾個絕對是鬼 當然還有幾個加入觀察名單 就是那個叫做 這個叫做 邵家樽這些 邵家樽交多一點 我聽完 我不管了 我總之將他放在觀察名單 你低能累死我 那你沒有罪嗎 是的 你不能說 我低能的 你不能怪我 我真是低能 沒有的 低能你不值9萬5元個月 你不能用低能來做藉口 唐伯父怎麼抽香 兩個一看就知道是低能 是吧 沒有辦法的 所以 我們是要很嚴肅處理這件事 我們亦都是要呼籲 未來 錢當然是不捐的 這些人 你捐錢給他 你是資助他繼續禍港 這叫資匪 資匪 資助共匪 除了你資匪之外 你只養得肥肥伯伯 他到了關鍵時 出賣你 養這些人幹甚麼 寧願全部七十席建制派 沒有反對聲音 香港人 原來是真的不值得有民主的 因為你這些人還可以生存 還可以騙飯吃 真的 你要來做甚麼 這些人要不要也罷了 我真是 你看裏面的演戲也沒有用 你真是演戲給我們看 到了要你們做事的時候 你們就不能做 你們就諸多藉口 香港人真的很猛烈 寧願你全都死了 全全部是民建聯工聯會 還好他們額頭 就抽屁兩個字 我們都不介意 全全部好過你的 合家產 明明是鬼就扮人出來 你騙勾人 罪人不分是這樣的 平時就扮人 到了應該做事的時候 你們就做鬼 在背後開槍 是嗎 只是這麼簡單 必要是 披著豬皮的人 蠢 我蠢而已 其實他真的是人 披著豬皮而已 是不是 所以 你都看著 白色恐怖 你又看看 一會兒就說他現在很厲害了 還有一個不知道是誰 林建岩 說他現在會用八達通 他真的當他是低能的嗎 林建岩我覺得 反過來 我覺得林建岩是會轉太極的一個人來的 他很明顯這條片 是向林鄭月娥開槍 你有什麼理由 出來幫他說好說話 拉票 哎呀 現在林太太很厲害了 懂得用八達通 懂得用八達通 不是的 很固固 夠三歲 這個世界有一類的人 是專門幫賭亡的 最明顯的例子叫馮偉哥 每次提親 想解圍的時候 就會提醒別人 他老闆那些壞事 不是啦 沒有收你五千萬 四百萬英鎊 哪有五千萬 是吧 那時候會十二個半 你現在提醒別人 會九個多 身在草刑 心在汗 他每一旺 他畢竟是曾經的民主派 可能他就是民主黨的臥底 他每一旺互主都會提醒別人 他老闆有甚麼壞事做過的 有些人忘記了那些事 他都會提醒 就像那個叫甚麼 叫甚麼師妹 不知甚麼師妹那一套 楊千華做的一時間勝貴 辛澤師妹 辛澤師妹 辛澤師姐 辛澤師妹 師妹 師妹 那個叫方忠sir 保護一時間勝貴的老爺 姜中平 不是 那個屁股被人射了兩槍 所以這個馮偉光是十分之... 稱職的 稱職的 他比外面的人還狠狠 所以說呢 不是狠狠 是比外面還認 心慶得人 我認為這個他現在是甚麼職位 新聞統籌專員 很稱職 明天林鄭 一定要找回他 沒有人稱職得過他 雖然他是白宮痴瘡高發言人 不過我那個林鄭也會扔掉他 如果你說不行也扔掉的話 這個一定扔掉 這個應該用來祭旗的 應該找阿岳少 岳少偉爾還有行政會司召集人 有機會做 有機會做 做得很好啊 又完結了嗎 只有三分鐘 我們還有甚麼補充 有甚麼補充 還要 還有甚麼鬼啊 再說一說吧 我一時間招不起那麼多名 因為有很多 這些鬼不能進錄 有一個我覺得呢 這次這個叫做呢 戴耀廷也是做了很多餘的事 是吧 你又說要被人開放投票 那他投票如果中聯辦 大隊找五六十萬人來投票 那個民意 不是以過林鄭月娥單方面贏了 那你是否投林鄭月娥呢 這次呢 郭榮鏗那邊都很聰明了 他說拿來做參考而已 他沒有說死說跟這件事的 那別人拿幫港出聲 好像那個叫胡佳儀 還有一個鄺保賢 這個是青年新政的前年議員 現在推出了都還是鬼美十足 他還貼了幫港出聲的一個民調出來 是不是要參考這個呢 他意思就是說呢 你們的民調是不可以單方面用泛民那些 一定要參考這些 那個就當然是這個 這個林鄭月娥排第一 是不是 這個大家都要記錄障礙 當然他已經是 入了鬼名單的了 是不用觀察的 要記住這個意思 那有多少個 台務要補充一下大肥 都沒甚麼 不過如果各位有興趣上來開麥的 真的聯絡我們 我們真的有一個 非常專業的團隊 幫你們量身體做 如果需要 我收費很便宜 兩罐汽水 一頓飯 可以做義工 和你們嘗試合作 開麥做雜誌節目 讓大家先適應的 那我就預約了一至星期日 六晚 我都可以 在我們的 錄音室 等大家 說到汽水 因為我以往做節目 都是貼錢 每一集都是貼錢 出去做節目的 當見到有人收貨金的時候 我就會問一下 會不會有些 買一兩罐汽水來招呼我 原來都沒有 我為了 為了防止我每個月 每個月要花一兩千元 貼錢出來 我就不在那裡做了 因為汽水都沒有灌飲 大匪有很多汽水招呼我 所以我來了這裏做節目 就是這麽簡單 都要全靠多謝各位網友 看完廣告 Subscribe我們 等我們就不止喝了 差幾百 Subscribe 差一千 九百多 九千零多 九千零多 差九百多 大家都 努力 記住 看完我們的廣告 Share 出去 就可以了 沒錯 盡量幫保一下 等我們不用怎樣虧 不用虧那麼多 現在已經虧虧了 不虧少一點 這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各位網友 我是Admin Alex 主持人說完節目之後 有些事想補充 因為3月18號網序 我們改了地方 由財政軒 轉到富林漁港 富林漁港 地址 地址在九龍長沙灣道8833號的長沙灣廣場二樓 一上到電梯就是 但是 要記住 長沙灣廣場不是在長沙灣站 而是在荔枝角地鐵站 各位網友請注意 我會WhatsApp給大家 改回地址和時間 因為 因為他原本的財政軒已經沒有位置 敷了 我們就轉了去富林漁港 更加方便 因為剛剛在地址站上面 如果有什麼問題問我 就可以WhatsApp95181413 我Admin Alex的電話 或者打電話給我 補充回就是 轉了地址 在富林漁港 我補充到差不多了 另外 佛山網咀道已經取消了 不會再搞團住的 轉期內 有團再通知大家 多謝各位